大家好,歡迎來到 Music Union Channel 我是呂芳 今天的試音室巡禮 很高興帶大家到灣仔諾黑道 兆安中心五樓 新漢家庭娛樂中心 想知道有甚麼看就跟著我們 今天很高興請新和偉的李英雅先生 和我們一起參觀這個 Show Room 李Sir,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李Sir,我們看到這裡是敏力線 In-I-Cosic 線 大部分都是六星線 還有很多衣服 還有敏力線的線材 如果發燒友有興趣 就可以上來慢慢選擇它的深水產品 下面還有2404 還有一些散線的2502的電源線 六星的產品基本上是齊的 是相差404 現在就看不到 其實這裡也有 如果大家想要看看 或者要詢問的 上來也是可以的 我們過來這邊看看 是 新和偉代理的Danson 前樓級 外置的電源 還有AVM 你的拿手器,李Sir 請介紹一下 請介紹一下 麻煩 拿手去又不說 我也是剛剛做了 不是太久的代理 但是你看到這裡 就是一個 30周年的紀念版的抗暗機 另外這個就是AVM 6.2 OVM 6.2的CD機 兩款幾乎是 一個基本的型號 一個就是 差不多到頂的一個型號 可以給大家 這裡可以欣賞的 上來 還有這邊就是 他們的試音室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 403 E-Lac 400系列 403書架的喇叭 你看到就是AM200 一個主動式的喇叭 你搏一個sauce 就已經可以了 另外中間 你看到 就是90周年的一個唱盤 這個唱盤來講 就是現在現有的 一個旗艦名號 將來也要有便宜些 到時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接著我們就會去到 影音室 李Sir 我知道你今天有show做 我看到為什麼會有 AVM加Danson 這麼有趣的牌子 兩個混賣來做的呢 就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一向以來 就是這個Danson 加E-Lac 或者AVM加E-Lac 就會有 但是 這樣就沒有那麼有特色 在我們來講 希望有一點點突破 也都告訴了 其實至於這牌子是OK的 它們夾是問題不大的 最重要就是什麼呢 你那個線材 如何去將它的優點 或者它的特色發揮出來 這個才是重點所在 所以我們就搞了這場show 就是AVM的單頭 8.2的CD機 一個230的XS的前級 配一個330的後級 本來我們想用這個320的後級 但是我們想一下 既然這個地方那麼大 也都是有那麼多人在 那我就希望 盡量可以給它更多的能量 所以就用了330 就是這樣解 那我推這隻 就是240.3系列裡面 的旗艦的三路喇叭 希望聲音就好 至於線材方面 你看到 我們用2404的喇叭線 那我為什麼不用4004 原來是4004的價位 是超出得太厲害了 相對這個系統來說 也沒有什麼必要 那2404足夠 那我們後面呢 也都有用到一些 2404的系列的送路線 和電源線 那當然了 我們都會用2.02F的電源線 那是來調校聲的 那我代發消一問問 如果想來試飲室 究竟是魚躍 還是魚躍 這個問題問得好 那我贊成就是魚躍的 不是我們的Service不好 而是因為 如果你是魚躍的話 我們可以之前 設定那部機器 效果覺得合理了 等你上來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等你聽到 好的音響的表現 那就不會覺得 這個喇叭或者這條線 或者這部機器不行 就沒有一個冤枉它的情況出現 亦都令到你可以 買到你真的喜歡的東西 法師兄記得 如果要走上來 最好就打電話來 讓大家可以聽到最佳的效果 今天很高興去到新無謂的 試音室參觀 多謝李Sir今天介紹 是的 接下來我們會去 香港各大的試音室 去參觀和介紹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 peril 雲